欢迎回到前线百分百 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 英国发生了什么事 欧洲出现了什么事 德意志银行 以及现在的瑞士信贷 但是陈教授告诉大家说 其实现在最容易引发金融风暴的 可能就在对岸的中国 最近中国人行 在阻止人民币贬值非常的辛苦 离岸人民币其实在过去已经创低了 还有没有招呢 还有外界解读说 为什么现在人行要积极的阻贬 是因为为明年人民币的贬值 再留一点空间 所以还会续贬吗 这事关重大 台湾很多人握有相关的产品也好 基金也好 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要再度请陈教授上台来 人行积极的贬贬 很多事情现在你看不到迹象 因为有一个二十大挡着 所以可能二十大之后 才会看到到底现在有多乱 我们就先说人民币就好了 人民币还会再续贬吗 从基本面来讲的话 它目前的价值显然是高估的 那实际上它非贬不可 那如果从目前中国的经济的情况来讲 因为世界银行刚刚发布一个新的 就是说估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前年只有2.8 它比我们同行估的还要差 我们同样还可以估到3.5 不过因为这些都是做出来 如果说这么保守的世界银行 官方组织不敢得罪中国的话 它估的都只有2.8 那我们可以想象有多难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解释一下 是说为什么中国三架马车 目前基本上都失灵 只是说因为现在二十大期间 一切都要把它暂时停止呼吸 粉饰态度 对对所以你什么都看不到 可是实际上你把它掩饰起来 不代表问题会消逝 那么你二十大结束之后 这些问题都来了 如果说你看看它的经济 如果说是没有办法维持 一定的正成长的话 因为中共的执政基础 就是说老百姓们 你们不要搞政治 你相信我 我给你们经济上安定 现在是经济上不安定 内息内息躺平 对不对 出口出口已经开始下来了 那它的铁工机里面 我们在看的话 除了国营企业之外 基本上也不行 而且它目前铁工机资本支出里面 这种投资的效益 过去你投入一块钱的美金 可以创到大概0.7的 这个GDP的增长 现在的话大概就是投了一块钱 只能增长到0.3 也就是说你用这个基础建设的投资 能够带动的效果 其实是很差 所以它目前的经济成长力 很显然的 大概就是一直往下去 所以我们在市场 常常在开玩笑 是说中国经济 是不是会走成日本化 因为你都一直去掩饰 我用货币政策 其他政策 我不让问题爆发 可是都还在系统里面 那系统里面 因为银行吃了呆账之后 银行的放款能力就受限 银行的获利能力就受限 但是就慢慢往下走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人民币 各位可以理解一下 如果说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我们如果看2022年 你可以看得到 它这一年下来 人民币的变动情况多少 今年的上半年 其实中国人民银行 对人民币的汇利 它基本上是逐贬的 它在守的 一直到下半年的时候 没有办法了才放 这个是贬值的幅度吗 对对对 全年度的 用年度来算 今年以来贬值超过10% 对对对 所以集中在下半年 集中 逐一都在下半年 那当然你可以跟我们亚洲国家比 你说还好嘛 因为日本20%啦 韩国也快17% 所以这个是当然是相对性 那为什么影响会很大 主要就是说 我们东亚的国家 跟中国之间贸易既竞争又合作 它不行我们就不行 因为大家都一直困在一起 那它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从一带一路以来 中国是提供一带一路国家 主要的资金跟技术提供者 现在它已经宣布了 它对于这种一带一路里面的计划 有些的项目开始在收了 尤其是像辉州的部分 那都是呆账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 它真的是有困难 那特别我们要理解一下 是说它在人民币汇利 因为外资都认为说7.2%守不住 从基本面是守不住 可是呢 它在这个我们讲 政治的环境之下 一定要去守的话 它目前外汇准备 从原来外汇准备有4兆美元 现在剩3兆 它也来持有美国政府的债件 现在也一直剪了很多 那没有了怎么办呢 它现在要求中国的银行业 甚至它的国企要去互盘 就是说如果人家在丢的时候 你们要进去给我买 那维持它的一个汇利的稳定 但是这个都是为了这个20大 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情况 看得很清楚 20大一晚 而且他们现在斗争非常凶 各位 中共是这样子 他们没有斗完 宣布是谁之前都是假的 因为他们是暗地里面斗 出来都很团结 那出来之后 你路线要不要改变 动态性要不要改变 你就决定 而且这些官员 包括这行长 坦白讲像义刚好了 如果这次20大之后 他一定不是央行的行长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暂时就好了 那剩下的环绕 留给下一任的去 所以说目前可以有暂时的 这个情况可以安定在 别起在7.1 7.2之间 可是已经接近到20大的召开 跟接近人事的发布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瞅媳妇 就要见真章 教授我问一下 20大之后 中国人行可能会有哪一些的招 来阻贬人民币 这些招对于全世界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很明显的 就是说人民银行 目前我们在讲 在行政指导里面可以做的 或者法规上面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原来在银行里面 都要求你的外汇要有个准备金 我们要求我们就准备一下调整 让你们可以手上 在美金的部分里面 比较更宽宜一点 然后要让你的交易的成本更高一点 比如说你们要叫卖空 那我就要求你保证金承受 这些都是属于行政的指导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他可以做的 就是说他每天引导他的中间价 因为你他中间价在案的部分 你只能是上下2% 那他每次的中间价 就定的比较高一点 比我一级要高 换句话说 他在引导 那当然很多央行都会做的 我们台湾也不例外 就是说央行的这个主管的官员 电话拿起来打给他 我跟你说 我有在给你注意 对对对 这个是很实在 或者你要换位的时候不给你换 这个他们很容易做到 所以我目前认为是说 他能够做的行政指导 正式的跟非正式的 他目前都在做 可是他面临的其实是个两难 为什么我说是两难呢 因为如果他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如果内息目前是不行的 因为你想想看 他目前这个消费 因为动态精灵不能出去 没有经济活动 卡住了 然后你的内息里面 其实过去的内息 主要是靠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的财政 从哪里来呢 卖土地 卖土地 占地方政府财政来源的40% 现在你根本卖不掉 新开工或卖地的 都是严重的下滑 那虽然说他现在提出来2000亿是说 为了保交楼 也就是说不是有些已经缴了钱了吗 我们让他完工可以叫2000亿更不够 因为他数量太大 所以他的不动产的呆账 继续在那边 不动产不行的话 地方财政就不行 地方财政不行的话 他的银行呆账都在里面 换句话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卖中国的银行股 他们的呆账 第一个也不透明 第二个 你不能够抽银根 抽银根人家上面要来处罚你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 就是我们刚刚讲 李嘉哲为什么卖银行股 坦白讲 你如果贷账这么多 你觉得这个银行有迁图吗 当然不能一下子卖 因为他们抓了很紧 所以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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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所以三驾马车内需不行了 对 回到重点来了 如果他希望刺激他的出口可以持续 目前已经开始下来 需不需要贬值 所以贬值就有竞争力了 可是如果说以他的经济的状况 他是不是应该要降息 没有本钱可以贬值下去 对对对 所以现实的是说国外在升息 那你国内其实是需要降息 利差就拉大了 对那利差拉大了 是不是资金外逃更厉害 所以目前大家就是说 外逃的压力很大 但是因为在岸的市场里面 人民银行可以控制 对不对 所以目前外资是在供的是供离岸 就是在香港的部分CNH 那CNH因为他比较毛病的 大的一点就是说 港币跟美元有个联系汇率 那过去是美国支持他 给他换汇 现在状况比较麻烦 就是说如果那时候定的是7.8 如果说离岸的部分 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市场 对 如果大家一直在香港杀 当你杀到接近7.8 不要到7.8 就是定是定在7.8 你到7.6的时候 香港的HKMA 他的外汇基金 能够支撑多少 其实这个我们讲 固定的维系汇率 这就变得很麻烦 所以会被攻破 会是在香港 那因此他在讲 在香港因为很多的中资银行 中资的国企 你们要进去互牌 那就要看他互牌的好不好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的互 因为现实点在这里 经济的本质不好 那二十大之后都换人了 新手上来接 那那个时间点 国际又有其他的变数 照目前的预测的话 美国的联准会升息 是一定到明年第一季第二季的话 那其实你到时候压力会更大 三个问题请教老师 刚刚您说的 如果他持续的贬值 我们都一样的立场 持续贬值对我们来讲 我们可能出口的竞争率就减弱 他有没有可能在整个亚洲市场 掀起另外一波的汇率的风暴 第二个是如果他的贬值造成了资金的外逃 对于资本市场会有什么的影响 我先讲一下 如果说是这个人民币真的贬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们不管是韩元或者日元或者是台币 我们都要贬 因为我们都在竞争 所以守不住 我们大家就很难守得住 那因此就是一个竞贬 那竞贬的话就变成一个现实的状况 就是说通货膨胀的压力本来就很大 那你竞贬的是为了保出口 可是你的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你可能就很难逃得掉 那我们刚刚讲了 人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而且IEA的预测里面 就算战争结束的话 他的油价可能还是在80到100之间 那另外一个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粮食的价格 那这种东西因为你是依赖进口的 对不对 所以你会有输入型的通膨 所以变成是说 我们必须要很保守看待 除了出口的竞争率有影响之外 国内的通膨压力 也有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压得住 那这个东西不只是在台湾 我想目前韩国可能受伤 比台湾还要重 所以这是一点 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注意它 如果它贬值的情况是这样 那至于说 我们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们跟着贬 那资金外逃的状况 资金的外逃会不会很严重 这个就要看两个变数 第一个变数就是说 目前有可能减缓国际通膨压力的 来源之一就是中国进入衰退 因为所有的需求都是到 中国是大宗 如果中国明显进入衰退的话 它减少需求 通膨压力可以稍得到舒缓 这是一个情况 当然是说如果俄乌战争 也可以能够得到解决 因为在这样看的话 我是比较倾向是说 普丁应该是打到快末端了 逃兵的比资宴去参金的还要多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有可能那一边的人员 不问题也可以得到舒缓 所以我们有两个可能的变数 是属于比较正向 我们讲就是说 比较让我们能够顺风的走了 那另外的情况就是说 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确实不好 那目前大概看得出来 它的贬值的压力这么强大 我们不认为它能够守得非常久 它守不住的时候 我们亚洲就开始动荡 最后最后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陈耀秀 因为其实我们也整理了很多资料 包括了目前中国经济 有没有什么亮点 但听起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还是有贬值的压力在 最大的问题 它如果继续贬的话 资金还是有外逃的压力在 身为我们现在普罗大众 觉得跟我们最近 就是它如果持续的贬值 手中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商品 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影响 您觉得在接下来 我们要面对的风险 可能有哪一些 对于投资人跟市场来说 其实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 可以很明显看到 外资正在抛售中国的股根债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讲坦白讲 我们散户永远跟这些大咖的玩 我们永远输它 所以我们去追随它的脚步就好 那它为什么要这么卖 因为在国际投行里面 它们做分析的人 不是说我今天做总经的分析 跑模型而已 它们会把目前的政治的变数 地点政治变数把它纳进来 所以它们目前在看事情 跟它推测 它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更何况 它之前在台海演习的时候 威胁要战争 对这个外资来讲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可能把我的资产 放在你那里放太多 因为风险太高 那如果我们这个 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讲起来那么很可爱 他觉得说 中国现在为什么 他给的条件那么好 会话 给那么条件好 就是因为他不行 他要给的条件好 那这个时候你还笨笨 你已经跟他相处这么多年 你难道不了解 你床边人吗 你还要去被他继续骗吗 所以如果你这样甘业 那我也没办法 但是如果聪明一点的话 其实是枕边的人 你要知道是说 他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缺点 什么时候该避开他 不要跟他正面冲突 这个是聪明之急 现在也许就是要避开的时候 好谢谢陈教授 请教授先行回座了 太精彩了 所以我们的枕边人 到底真面目如何 今天时间有限之后 我们还要请陈教授 一一的来跟我们威威道来 还有如果您握有枕边人的资产 到底接下来怎么样断舍离 当然今天节目的 亚洲好戏要告诉您 昨天美国股市在涨什么 涨科技股还有能源股 全世界的能源 这场恶物战争 一打打出了价值来了 不过施星老师要告诉大家说 绿能是大势所趋 但是除能才是重中之重 台湾有哪一些 隐藏版的概念股 休息一下 亚洲好戏告诉您 大丽 搅拶 一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